国军桃园总医院发生了医疗暴力事件 有一名送到急诊室治疗的男子 疑似酒后情绪失控 就对护理师来挥传攻击 甚至对救护人员辱骂不雅字眼 但是救护人员是展现了高EQ 还对闹事男子比赞 带您来看一段当时的画面 警方获报之后是立刻赶到了现场 但是这名酒醉的男子还是持续的辱骂攻击 而为了要防止其他人受伤 园警是立刻的将闹事酒醉男子给压制 全案依违法医疗法 以请桃园地方检察署来侦办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